这销售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只说卖点不说好处 卖点跟好处不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们区分下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 是卖点还是好处 这瓶水含有36种矿物质跟维生素 请问这是卖点还是好处 卖点 刘老师 你喝完以后能够身体健康 这个叫什么 好 卖点跟好处有什么不一样 好处大家都有 我问大家 我是想要矿物质 还是我要想身体健康 现在我讲一下区别 你们以后一定要记住 这瓶水含有36种矿物质 我在讲水还是讲人 讲水 刘老师你喝完以后身体健康 请问我在讲水还是讲人 顾客是想听水还是想听人 那么水就是卖点 人就是好处 卖点是关于什么 商品的 好处是关于什么 人的 请问顾客是想听商品还是想听人 顾客是想听商品还是想听人 顾客是想听商品还是想听人 顾客是想听商品还是想听人